萧衍用多了酒 只觉得不舒服 便命旁人替她带酒 以更衣之名离开了宴会 她独自到了走廊下 待冷风吹拂她微微发烫的脸 就在这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在她旁边响起 殿下 用些温茶吧 萧衍一愣 随即看向旁边的女子 不由笑道 馨儿怎么也出来了 说着 她接过林元新手中的茶 微微抿了一口 林元新眉眼平和 声音婉转道 店内太过热闹 夫人小姐们 又争着要给暖儿做美 吵得我不胜其烦 便只能现出来了 此言一出 萧衍脸色一沉 梁九 她凝视林元新的双眼道 你是什么意思 林元新坦然地回视她的目光 殿下多虑了 馨儿怎么会有旁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 卫儿如此才貌 我这个表姐 应当为她多多谋划 配个好人家 才不算委屈了她 这件事 你就不必多管了 林元新毫不退遣 刚才鲁王妃说过 要为剑离提亲 这不可能 殿下 林元新柔声唤她 剑离虽然沉默寡言 却是个深情之人 鲁王妃说过 自从当年 她在大公主的赏花宴上 见了卫儿一面 就对她十分倾心 多年来 一直等她长大 如此深情 殿下何不成全她 萧衍眸光如电 馨儿 你这么聪明 应该看得出 我对卫儿的心意 所以你设法阻止 林元新的笑容淡了许多 殿下 您比心儿聪明不知己许 又怎会不知 湘王有梦 神女无心 硝眼一睁 冷然道 我自有办法 林元新走进一步 恳切道 即便殿下有办法 也总要问问卫儿的心意 她是不是愿意嫁给您 您如今已是太子 将来会是九五之尊 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 又为何要勉强一个心思 不在你身上的女子 殿下 你何不放过她 更何况 鲁王如今也是陛下的左膀右臂 鲁王誓字她 馨儿 纵然她入府 我也不会因此冷落你 你又何必这样阻挠 萧衍的目光 越发冷了起来 声音变得冷酷无情 实际上 林元新也知道 欧阳暖对萧建离无异 可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暖儿嫁给一心为她的男子 总比嫁给萧衍这样 冷酷无情的男子好 她如今已经真正了解到 萧衍的可怕 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一路扶持的暖儿 踏入如她一样万劫不复的境地 林元新闻言 心底冷笑一声 她竟以为自己在吃醋 简直是可笑 在她的眼里 欧阳暖才是她的至亲 若是没有她 他们母子都已经死在逃难的途中 那个时候 眼前这个英明神物的丈夫又在哪里 她心中越是愤恨 脸上的表情也不由自主带了些急切 不 我只是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萧衍的神色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 显然马上就要发怒 表姐 林元新一惊 骤然回头 却见欧阳暖走过来 萧衍盯着她不放 欧阳暖一淡淡湿了一里 萧衍对她的冷淡丝毫不以为意 想要虚服一把 欧阳暖不动声色地让过了 萧衍微觉尴尬 问欧阳暖道 最近都没有见到你 怎么不到太子府来 外祖母病了 我要去镇国侯府陪伴 萧衍脸上略有些伤感之色 关切到 老太军年纪大了 这两年身子骨的确是不如以前了 老太军身子还很强健 多谢太子殿下关心 萧衍微笑点头 圣儿现在会认人了 可能是你陪她时间长 她总是瞪大眼睛到处找人 你也要经常来看她 林元欣唇叫一动 侧头响了一响 还是没有忍住 孩子嘛 都是这样的 过些日子就好了 就是身旁换个丫头 她也要哭闹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这是什么话 丫头怎么比得上暖儿 她注目于欧阳暖 轻力如连的脸庞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这位表妹的讨人喜欢之处 再者说 圣儿的身边 多个真心宠爱她的人 有什么不好 这已经是别有深意了 林元欣垂首 眼底蹦出一种 森冷的恨意 说起来 这都要怪 圣儿身边的丫鬟不好 不知道碰了什么东西 才染上了天花 连泪暖儿也跟着受苦 萧眼醋眉 眸中有幽暗的火苗暗生 你不是已经下令 杖杀了两个妈妈吗 只怕此事 不光是两个妈妈做的 林元欣一字一句 燃烧着滚烫的仇恨 圣儿是您的长子 深受陛下和您的宠爱 更何况 郑国侯府风光太盛 殿下若仔细查问下去 这里面还有鬼祟才对 欧阳暖心中一惊 原来表姐竟然 仗毙了两个妈妈 可见 她定然是查出了 是他们在小衣服上 动手脚了 林元欣轻轻哼了一声 已红了眼眶 圣儿不过是一个 无辜的孩子 是谁这样狠毒 竟然要将他置于死地 萧衍沉吟片刻 恩言劝慰道 好了 圣儿终究无事 林元欣定定注视着他 若是圣儿死了呢 殿下要如何做 萧衍微微沉吟道 我知道你和圣儿都受了委屈 可是后院与前朝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事不能及 我总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 说完 她的目光拢在欧阳暖的身上 静静地 鲁王妃要向大公主提亲的事 你可知道 欧阳暖一阵 旋迹看了一旁的林元欣 却见他对自己微微点了点头 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要躲开萧衍的纠缠 他只能立刻嫁人 只是 嫁给鲁王世子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鲁王愚昧 世子虽好 却远远不能跟萧衍抗衡 现在鲁王妃还不知道萧衍的心思 她若是知道 这件事情 恐怕是连提也不敢提的 谁敢和当朝太子争女人呢 欧阳暖很明白这一点 心中黄疾 却只能低头到 殿下 我也只是刚刚听说 萧衍紧紧盯着她 你可愿意 欧阳暖慢慢道 殿下 您问我这样的话 想要我如何回答 萧衍冷冷道 我刚刚还在和你表姐说 依你的财貌 怎么甘心做一个屈屈的世子妃呢 不甘心做世子妃 难不成就要做她的侧妃 她是在暗示 一旦成为她的女人 将来就有可能是皇帝的宠妃 又怎么是一个世子妃可比的 欧阳暖和林远欣都听懂了这个暗示 不由自主都是脸色一白 欧阳暖扬起脸 漆黑的眼睛带了一丝坚定 我早已禀明大公主 嫁娶全凭公主做主 但是 只有一条 哦 欧阳暖非正妻不佳 她一字一句 斩钉截铁地说 关注 谢谢观看